在中国云南的一个小山村里 有三个回乡准备创业的年轻人 农村没有堵车 没有追尾 没有冷言与嘲笑 为了建立他们心中的商业帝国 首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 以后中国有多少农民 我就有多少客户 只不过 你这个想法的成功率 我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具体的说法 你知道为什么能够具体吗 为什么 因为实力 五年前我回来 看了差数这种咖啡 我跌着到我似的了 从我开始创业 我就没在说有一个好见 每天都在琢磨着 未来趋势和下一个风口 我送过的快递 肯定有了个三那么高 现在说它就它了 这里完全没有未来 这个世界是有分工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合约你们不签 我们依然是全世界 最成功的咖啡精箱商 但如果你们签了 你们就会成为全中国 最成功的能力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成功 而且我不觉得我家家没有希望 我们凭什么不能自己做 但这次不能只靠咱们仨 这次要靠整个黄若孙 既然我们不能改变世界的分工 我们干脆直接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依然是那么年少 我向你教授 让你看到我们想拷牢 我在想拷牢 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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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几次几日啊 我要算一下 但反正不是电话 换的人 我们说 定居黄禄村 把人带回来 把东西送出去 把东西送出去 八个总时间认就高 2018 这么多先认我也只是多加吗 就 基本上 訂与 一店就家 只能湧迷上 天阳一点就到家,10月4日全国供应